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余,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研究与发展一直都是国家先进与否的基础之一 而科学论文篇数更是衡量各国研究发展活跃程度的指标 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又以美国最强 从二战后一直都算是坐在世界第一科学大国的宝座上 但最近局势似乎有些改变了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在有关自然科学领域论文关注度高低的指标上 中国悄悄地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 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所8月10日发布报告指出 依照英国调查公司科瑞维安数据 针对主要国家平均三年论文篇数及引用情况进行计算与分析 发现中国学术研究量能不管在值或量上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其中在研究人员引用次数中 中国进入前10%的著名论文篇数近年首次超过美国 2008年时,中国在引用次数前10%的论文占比 只有7.6%,但最新的调查显示 中国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4.8% 总共为4219片,超过美国的37124片 虽然美国也比2008年增加3% 但相较中国的成长速度而言 美国着实有被中国超车的味道 因此从这项占比来看 全球目前占比第一的就是中国,24.8% 美国第二,22.9%,浮现出双霸权的态势 光中美两国加起来占比就已经达到47.7% 而接下来依序则是英国5.4% 德国4.5% 意大利3.3% 澳洲3% 再下来就是低于3%的国家了 日本才2.3% 南韩也只有2.1%而已 在个别学科方面 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这三项学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领先趋势 在这三项目上 中国占比分别达到48.4、39.1和37.3 而美国在这三个项目上仅有44.6、44.3和10.9%的占比 不过美国临床医学及基础生命科学上仍然维持一定的优势 以34.5及26.9%的占比位居全球之首 若仔细推敲可以发现 虽然美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上认为此领先 不过中国在与一般产业相关的领域已经展现出真正的研究实力 若以排名更前面的1%顶级论文来看 中国的占比已经提高到了25% 然而美国则下降至27.2%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 在科学领域的论文质量上都呈现下滑趋势 前10%的著名论文占比遭印度超车 目前已经排到全球第十名 虽然顶级论文数量仍然在全球第九 但日本在两个调查区间的论文质量下降幅度高达10-15% 若从整体论文篇数来看 中国目前为353,174篇 而美国则为285,717篇 差距从2020年调查时的2万篇扩大至7万篇 然而日本则只有6.572万篇而已 整体来说 世界主要国家包含中美 南韩、德国、法国与英国等国的论文数量 较前10年比起来都有增加 日本则持平 显示日本研究能力恐出现长期的下降趋势 然而为何会说 中国在一般产业相关的领域已经出现领先趋势呢 这是因为从日本进行的 2020年主要商品与服务市场占比调查来看 在70个商品项目中 美国虽然有24个项目市占率拿下第一名 但中国其实默默的也拿下了17个商品项目的第一 包括国际信用卡品牌 中国银联市占率达到59% 根据外媒今年3月报道 目前亚太地区每新发行的4张银行卡 就有一张是中国银联品牌 另外电动车最关键的车用电池上 市占率最高的也是中国市场 领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占比达到24.8% 接下来依序则是南韩LG化学 日本松下 中国比亚迪及三星SDI 在个人电脑领域上 中国联想集团是目前全球市占率最高的品牌 占比达23.8% 而且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报告显示 联想全球PC2021年第一季出货量高达2040.1万台 较去年同期增加59.1% 是全球唯一出货超过2000万台的品牌 而第二到第四名分别是惠普 戴尔 苹果 宇宏基 但在这边必须说一下 虽然联想市占率为全球第一 但苹果2021年第一季出货量增幅达111.5% 一共有669.2万台 虽然数量不是最多 但增幅却是全球国际主要厂牌最高的 而从英国市场调查机构OMDIA数据来看 在全球大型集中小型易经面本上 中国京东方科技集团稳坐市占率第一的宝座 两项目市占率分别达22.9与19.5% 除了上述商品项目以外 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商品项目 中国其实市占率都位居全球第一 例如海尔集团在洗衣机及冰箱上市占率都是第一名 分别为25及22.1% 珠海格力电器则在家用空调的市占率为第一名 达20.1% 另外像中国传播集团的造船数量也是全球市占率第一 达17.2% 而这也是中国市占率第一的平项中增长最快速的 虽然2020年造船市场比2019年萎缩12.9% 降至5920万吨 但中国传播集团却逆时成长8.5% 从宏观角度来看 金融市场目前美国还是具有优势 以股票成销来说 高盛等5家美国企业就占了市场整体的40% 而在行动操作系统上 目前全球大众依然是Google及苹果的天下 没有其他可以竞争的对手 中国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出一套可以侵蚀上述两品牌的新系统 不过在5G建设不可缺少的基地台市占率上 就算中国遭到美国穷追猛打 但华为仍然是全球市占率最高的品牌 达38.1% 而这领域的第四名一样也是中国品牌 中兴通讯市占率为11.4% 光这两家品牌加总就已经占了快全球市场的50% 另外还有一项中国市占率第一的就是太阳能产业 在全球减排去探的趋势下 再生能源越来越重要 而太阳能光电版面目前就是一个由中国主宰的市场 市占率第一到第四名皆是中国品牌 依序为龙基15% 金科能源11.4% 天和光能9.7% 与金奥太阳能9.7% 光这四家在市场占比合计就达到45.8% 整体供货量至少超过6500万千瓦 而太阳能光电版面的整体需求也不断上升 2020年较2019年 总量增加达30%以上 预估未来若减碳持续 市场还会持续扩大 而在中大型卡车上 中国也超车德国 2019年中大型卡车市占率最高的是德国戴姆勒 但2020年市占率最高的 这是中国第一汽车 达到12.3% 较前一年增加3.4% 在纯电动汽车市场上 虽然中国不是第一 但也是第二了 美国特斯拉在调查中 以21%的市占率排在全球首位 但排第二的上海汽车集团 2020年市占率 已较2019年提高4.5% 全球市占率达11.3% 正在后方家族马力追赶 若只是以2021年第一季全球市占率来看 特斯拉跟上海汽车集团的差距 更是不断的缩小 特斯拉在2021年 DG一共卖出18.4万辆电动车 而上海汽车集团销售量 则是为13万辆电动车左右 市占率进一步扩张到12% 种种迹象都显示 中国再部分产业的成长动能 正不断上升 而单就研究发展趋势来看 中国正逐步从美国手中 夺走世界第一科学大国的宝座 虽然美国1950年代以后 在科学技术领域上一直都领先全世界 这也为美国带来了强大的产业竞争力 虽然包含军事优势在内 尽管这段过程里也曾出现过苏联这样子的大国 但最终苏联还是无法与美国竞争 不过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崛起 当2009年中国无人探测器 首次在月球背面登陆时 代表着中国的技术能力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地步 日本京都大学宇宙学研究中心负责任三副庸亮认为 中国的技术实力已经达到不逊色于美国的水平 而今年5月 中国发射的无人探测器天文一号在火星着陆 也代表着中国在最新最先进的太空领域的竞争上 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 不管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否会造成新冷战时代 眼前所见的就是中国研究实力不断升高 2009年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209.9亿美元 弱是10年前的两倍 相当于2009年中国GDP总量的2.23% 超过欧盟27国平均 而在研发经费上 企业投入研发的占比高达76% 尽管中国总体研发经费仍落后美国 但中国的增速比美国快 而且研究人员数量有将近210万人 远超过2008年美国155万名研究人员的数量 根据美国史丹福大学研究报告显示 2020年中国在学术期刊中 人工智慧相关论文引用情况占比 已经超车美国 以20.7%去代美国的19.8% 成为世界第一 或许在未来的新世界里 会有越来越多诺贝尔奖得主来自中国 而这势必也将成为中美竞争的战场之一 好了 这一集的穷车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